英校学校不为人知的秘密 众所周知,英校有个学校 考虑学校太大了 今天小妖要探访的是教学楼以外的地方 下期再揭秘我们的教学楼 来到校门 早早的就可以看到校长就在这里迎接大家的到来 当我们和校长对话的时候 可以看到一条信息 信息的内容是让我们远离向日葵祖 很奇怪 既然不愿意学生们接触向日葵祖 那为什么要紧挨着向日葵祖盖学校呢 稍后小妖给大家看看 学校离向日葵究竟有多近 校长的行走路线 是绕着这个校门到教学楼之间的长方形空地 她不论风吹雨打 没有一天会缺席 最早到校最晚离开 你们看,当小妖和校长说再见之后 她仍旧哪都不去 就是从绕圈走 变成了绕圈跑 一直守护着校园 面向教学楼的右手边 有个停车场 那里只有一辆红色的汽车 据说这辆汽车是校长的 但从来没有人见过校长开它 它的标志是一个猫的图腾 和隔壁向日葵祖的车很像 现在我们带校长去向日葵祖里面溜达溜达 你们看,当我们一起去向日葵玩耍的时候 他们一定会揍小妖 但是却不会揍校长 而这个校长 看见学生被揍 二话不说就跑了 并且,他跑了 他还不去报警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快看 幸亏有这个寿司店老板 但好像他不到九点不开门 现在自己都出不来 行吧,我自己去报警 你们看 向日葵都在主寺屋门口堆满了 主寺屋的长官们还是无动于衷 为什么一个学生都被海扁掉一半血量了 他们还不出手 平时小妖随便削一个人 他们就直接来打我了 真的是助纣为灭啊 我们继续说说我们的学校 面向教学楼的右边 是一个平衡车库 很奇怪 一个学校 没有自行车 居然有平衡车 话说 这里的学生的交通工具 是真的先进啊 那我们就骑上他逛一逛其他地方 最靠近停车场的这个就是游泳馆 游泳馆 在地图上有个专门的地点 一进门 有男女两个更衣室 还有一个淋浴间 这个淋浴间 只要一靠近 就能穿衣洗澡 就还蛮有趣的 游泳馆在二楼 当我们游到头 会发现一落金币 真不知道又是哪个粗心的人游泳 还带着一大落金币 活该丢了 另外这个地方 有一个神奇的力量 就是能够改变我们出行的姿势 来 小妖召集一帮同学来到这里 我们一起畅游一下 游得差不多了 我们传送到校门 呼叫一下大家 快看 大家就自由自在地在陆地游泳了 有一点很奇怪 这时候 我们和大家说再见 大家还是会以这样的姿势跟随我们 但有一个人另外 就是我们的校长 说了再见他就会绕着校门口游 校长虽然说前面对我见死不救 可是他真的很敬业 不管是走也好 跑也罢 游也要守护着这个学校 游泳馆再过来 就是一些网球场 足球场什么的 比较空旷 我们往这边走 可以看到一个体育馆 其实这里是个篮球场 现在这里有两个跳舞的老师 还有一架钢琴 估计学校有什么文艺会演就会在这里进行 出来后还有个拳击馆 这里会有两个拳击教练 这两个教练 战斗力非常强 小伙伴们PK的时候 可以把他们拉上 绝对能助你一臂之力 这里还有一个茶道社 这些地方都没什么奇怪的 唯一古怪的 就是这个学校真的离向日葵组太近了 你们看 就一条马路面对面 这些人 一靠近他们 还打人 学生们放学得有多害怕啊 这里还有一个骑马俱乐部 但是 平时看什么也没有 当我们把时间调到五点 现在就会有两匹黑马就出来了 我们点击一下属性 会看见马和女主是熟人的关系 女主在这个学校里 和校长都是陌生人 为什么和马反而是熟人呢 这个马出现的时间真的非常短 不注意 平时都不知道这里还有马呢 最后 我们再说说我们的校长 晚上 同学们都回家了 校长会在六点也下班 我们跟着他 会发现 他消失在这个二层小楼里 这个楼除了阳台 里面什么也没有 对了 有一点很诡异 在校长下班后 晚上七点开始 教学楼就会出现可怕的事情 至于教学楼又有什么 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请听小妖下回分解 英校咖啡店不为人知的秘密 众所周知 英校有个咖啡店 名字起得特别 叫青石英红猫 想来店主必然是个很喜欢猫的人 咖啡店装修得很有格调 推开门发现 果然不出所料 墙上的挂画全都是猫咪 非常符合店主起的店名 咖啡店里仅有的客户 就是之前和大家 揭秘埋鱼烧店里的渣男和分手女 她俩不论到哪永远都在说分手 当我们去蛮鱼烧店把分手女抱过来 就会发现这边的分手女消失了 她俩是同时存在这些时空的NPC 当小妖和她们说再见的时候 发现她俩会一直跑 一直跑 跑到这条路上 突然消失了 当我们再回到店里的时候 会发现她们却一直坐在这 就像不曾离开一样 之前我们说过渣男和小混混 长的是一幕一样的 不点开详情 仅凭外观 是不可能分辨出谁是谁的 分手女也一样 你们觉不觉得 她和亚游美非常像 名字也像 一个叫骨香 一个叫不香 区别仅仅是发型和衣服的颜色 想来她俩也是双胞胎 接下来我们再看看店主 店主长得非常漂亮 和英语老师长得也是一模一样 同款发型 同款项链 同款服装 一间小小的屋子里 居然全部人都是双胞胎 真的很神奇 再来说说店里的食物 品种很多 食物价格在英校来说 应该算是很便宜了 并且店主也很大方 你问她要金币 她给你的会比你花的还要多 也就是说来这里 不仅能吃霸王餐 还能拿着金币走 当我们走到吧台里的时候 会发现所有的厨具咖啡机 都是空空的 没有任何能制作食物的痕迹 说到这里 有没有觉得似曾相识 没错 和我们之前揭秘和牛餐厅厨房 看见的差不多 这里也一样 有着一个古怪的冰箱 但却打不开 让人不由地联想 里面究竟装的是什么 这么大的冰箱 我们把店主抱起来 天啊 非常合适 刚好能装下 这 这店主怎么突然出现在我身后 吓我一跳 等等 刚才你们发现了吗 我们倒回去看看 就是这里 这两个客户 怕不是真人吧 我们看不到的时候 他们居然不在 等我们看向他们的时候 他们又会凭空出现 并且你们看 其实他俩一天天地坐着 根本就不会消费 小妖是不是有理由怀疑 这两人是店主安排的 吸引客户的假象 让人们觉得咖啡店里始终有人 就会放心地来消费 这 安得是什么巨星呢 好了 咖啡店的秘密就先揭秘到这 下期你还想听什么秘密 记得告诉小妖姐姐哦 逃离火厅怪物 小妖正在吃午饭 突然传来一个可怕的声音 太可怕了 大白天也有怪物 小咪快来 怪物都跑到家里来了 幸好我的二楼有个紧急逃离的跑酷 我们应该去找主食屋长官 小伙伴们 你们也要在家里建一个跑酷 万一遇到什么危险 就可以及时逃离哦 系统系统 我能使用喷气背包吗 主人 这个跑酷没有喷气背包 那我要怎么甩开怪物啊 这是来自火星的怪物 集齐十二星座就能形成结界 把它隔离开 十二星座 现在只有我呀 怎么集齐十二星座 视频左下角有个测试链接 可以测出 专属十二星座形象 如果你的粉丝 能把你集齐十二星座 并点亮小红星 就能把怪兽隔离在结界之外 这样啊 那我看看 原来我是射手座的茉莉公主 小伙伴们 你们能帮小妖制作一个星座结界吗 不然主石屋的长官 恐怕也打不过怪物呢 主人 十二星座与集齐 结界一开齐 谢谢可爱的宝贝们 多亏你们 守护了樱花小镇 唐三 屈服还是陨落 你选吧 千人选 我知道我打不过你 史莱克是我成长的地方 那里有我的朋友 我的爱人 我是不会背叛史莱克的 动手吧 唐三 你是窦罗大陆 万年难得一遇的天才 你难道真的 不愿意归顺五魂殿吗 只要你来到五魂殿 你想要的一切 我都可以满足你 你们五魂殿无恶不作 与其我归顺 我宁可选择雨落 动手吧 给我一个痛快 唐三 你真是冥王不灵 既然你那么爱你们史莱克 那我就让你亲手毁了他 小可爱们 只要长按小红星三秒 就能变成强烈推荐 只要强烈推荐足够多 我一定能打败你 可惜 小可爱们已经忘记了 怎么把小红星变成强烈推荐 所以你还是会话吧 三哥 你怎么了 是谁把你变成这个样子的 糟糕 唐三已经迷失心智 现在敌我不分 光任他不管的话 他会毁了史莱克的 既然如此 那我们只能亲手消灭三哥了 我不许你们伤害三哥 小五 唐三已经没救了 为了史莱克 必须放弃唐三 我是三哥的人 如果你们真的要消灭三哥 那就连我一起消灭吧 三哥 我是小五啊 你不记得我了吗 小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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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三好像恢复了一点意识 快 快点亮加耗能量和爱心能量 帮助唐三 三哥 你还记得我吗 是小五 我不能伤害小五 就算我再疯狂 也不能对小五出手 没事了 我们走吧 唐三就算黑话迷失 也不会对小五出手 小五不论如何都会守护唐三 小可爱们 你们疯狂起来是什么样子呢 下期还想看唐三小五的故事 记得告诉小妖姐姐哦 首次 掌握 误估 穦